据美国媒体报道 当地时间9月17日 47岁的美国前模特艾米多利斯 站出来指控特朗普 在20多年前对他欲行不轨 尽管早有传闻说 特朗普与多利斯的关系不清不楚 但多利斯这次又透露了更多细节 多利斯在接受卫报的采访时表示 事情发生在1997年9月5日 那时他24岁 男朋友贾森斌和特朗普是好朋友 他们三个人一起去看美国网球公开赛 后来多利斯觉得隐形眼镜不舒服 于是去洗手间里整理了隐形眼镜 从洗手间出来后 发现特朗普就在门外等他 特朗普在洗手间门外 做了让他感觉到恶心的事情 多利斯回忆了当时的细节 他把我按在了墙上 然后把舌头伸进了我的喉咙 我奋力把他推开了 但他又扑了上来 然后把我抱得更紧了 接着他的手也开始不老实 在我的后背不停游走 多利斯自称最后推开了特朗普 他猜想自己的牙齿 可能伤到了他的舌头 多利斯表示 当许多女性在2016年 指控特朗普性侵他们时 他也考虑过把这件事说出来 但当时他已经是两个孩子的母亲 所以为了保护他的家庭 选择了沉默 针对此事 多利斯提供的证据 是当年的美网门票 和他们的一些合照 他的母亲和心理医生 也帮忙作证 证明他的确遭到过特朗普的性侵 但是特朗普方面却坚决否认了此事 特朗普的律师对这份证词提出了几点质疑 多利斯的男朋友说 他根本不记得多利斯对他说过 特朗普行为不端的事情 而且如果多利斯遭到了特朗普的骚扰 为什么之后 还和特朗普一同出席各种活动 并且坐在特朗普的旁边 特朗普的律师认为 多利斯所说的一切都没有目击者 所以没人能证明 他说的事情真正发生过 此事被报道之后 多利斯的理由遭到了许多网友的嘲讽 大多数网友都认为 即使特朗普真的做过这件事 可多利斯选择美国总统大选前夕 曝光二十多年前的事情 不是为了寻求迟来的公正 只是出于政治目的 想再给特朗普增加一点黑料 以其降低选民对特朗普的好感 不过话说回来 特朗普已经不止一次 被抖出类似的黑历史了 在他2016年竞选美国总统的时候 背负的有关性侵的指控 一只手都数不过来 但他还是战胜了希拉里 成为了美国总统 眼见2020年的大选也快到了 特朗普身边的人纷纷反水 争相爆料他的丑闻 当然 何靠作弊上名校偷睡漏睡 在疫情初期 故意淡化新冠病毒的威胁 这样的黑料比起来 多里斯所说的 特朗普的花边新闻 几乎没办法触动人们的神经了